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看这些负面的东西了 我带你来是来开心的 别喝了 服务员 再给我来杯冰红茶 快坐下 冰你个鬼啊 那是长岛冰茶 简阳 她怎么来了 你通风报信你个狗崽子 你明明不想要了 来 过来 那这 干吗呀 我来 她俩一对 我俩一对 多好 我俩一对 我俩一对 瑶瑶 别喝了 你走开 走 我带你去洗把脸 透了气 我又不直播 又不比赛 又不上台 我干嘛要洗脸啊 你是谁啊 都十一点了 童谣怎么还不回来啊 这傻丫头不会去跳海了吧 好 苏后酒吧 快来 你找陆思成了吗 我不找简阳了吗 他们俩说不定今晚就复合了 复什么合 我同意了吗 撒谎劈腿的男人 不配跟我闺蜜在一起 那都是误会 简阳一直喜欢童谣 别拿误会当借口 再说了 童谣已经不喜欢简阳了 不喜欢干嘛来打职业 她打职业和男人没关系 再说了 如果喜欢 怎么会分手啊 我们互相喜欢 不也能分手 情侣之间 分分合合 很正常 反正我占简阳 简阳是我兄弟 童谣还是我闺蜜呢 良情责目而期 毕竟我们姐妹俩 已经有一个是瞎的了 瞎的 谁瞎啊 我 真的假的 我看 你 我看完了 怎么就瞎了呢 滚 瑶瑶 我知道你输了比赛 心里不痛快 但是你也不能用酒精 来麻醉自己啊 更不能拒绝所有人 对你的关心啊 这段时间 我想了很多 过去确实是我错了 我不该撒谎 也不应该嫌你 反而不去解释 现在我明白了 瑶瑶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没有你 我连游戏都打不好 你的每条新闻 我都会去看 看到你过得好 与不好 我都会难过 你好的时候我难过 因为让你开心的人 不是我 看到你不好的时候 我又会想陪在你的身边 虽然这些话 应该在你清醒的时候 跟你说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复合吧 好吧 我手机呢 我手机呢 在这儿呢 过来 给他们留点空间 童谣现在正难受着呢 说到底啊 就是你们这些网瘾少年不像话 陈静阳 骂归骂 但不要说我是网瘾少年 小心我搞你诽谤啊 怎么样 还敢听嘴啊 天天对着电脑 不是网瘾少年是什么 那程序员还天天对着电脑呢 我们这叫职业选手 运动员开玩笑呢你以为 职业选手 有前途吗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怎么没前途了 为国争光呢还 别生气了 来 瑶瑶 你在看什么呢 我在看 我爷爷说的话 谁会取这种案例啊 别看了 她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们做好自己就好了 走 别喝了 我带你回去 简阳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在意的是什么 我在意的 不是网上那些人说了什么 那些喷嚼根本打不到我 我在意的是 雨枣芊 对我来说 是一种 你没事吧 简阳 简阳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把人给说吐了 她说不了解 她在意的是什么 这我都知道 你在意的就是 被别人用 你自己擅长的世神打败了 对不对 这种感觉我懂 你懂个鬼 妈妈 不会啊 上牙还是下牙啊 上牙融床底啊 好 队长大人你终于来了 喂 姐妹快醒醒 一会儿来接你了 我怎么觉得我好像看到我们队长 他凶神为傻地看着我 好想要把我扔到海里去 那我明天开床给你捞湿 她怎么醉成这样 她心情不好 我又怕她闲着 跑到网上去看那些风言风语 结果没想到 喝大了 哪里 我喝的是冰红茶 闭嘴 闭嘴 怎么在梦里还这么凶 我先带她回去 我送童谣回去 我送童谣回去 我是战队队长 我有义务把她送回战队基地 我是她前男友 前 那就是过去式了 走 你又想干吗 送童谣回去 是 有诚哥呢你去干吗 让他们孤男寡女单独在一起吗 我不放心 简阳 你和童谣已经分手了 我现在先吃点 我都很想干旨 我都想要去死 你妈妈 我还会干吗 我都想要去到最高的一家